神力王刚要声长 皇上来了 把王爷吓一跳 怎么了皇上一来 那就想不了这皇爷了 神力王啊 三次打个冷战 他心想 哎呀我的皇上 你怎么刚回宫啊 怎么又这样回来了 话又说回来 你老人家是一国之君 这些事您总跟着掺和什么呀 家伙我们不是就得了吗 该赏的赏 该罚的罚 以我为首 那么我自贬三级呢 神力王也觉得自己 有点过错 当然了 怎么 九龙碑回来之后 就应该马上 交到皇帝的面前 没事啊 这王爷玩票 打赌 他不幸福杨孝武 你就要这么大能耐 啊 那姓周的背不离手 守不离威 你愣 把他给偷来了 我不信 你在我这儿再偷一回 要真能偷出去 我就把你们的罪名 传给免了 要偷不去呀 我一个人饶不了你们 结果 赵雅把背丢了 王爷想我要不闹这事 就不会有今天这结果了 就赶快接驾吧 把康熙皇帝的接下来 这些文武官员偷眼 这么一看啊 行 大伙一见康熙皇帝 这个心情啊 紧张得差点 怎么了 看皇上 没有生气的样子 很随便 平常在朝里也好啊 在这个宫外也好 建设的时候几乎 就是这样 慢慢春风 这才落座 大家三百九寇 还变了吗 变了吗 康熙皇帝摆了摆手 把这个行不正常 赌的人 九门第一度 锐的人 还有权利亡 全交的跟前 我问你们 把这个广阔楼那会儿 厉类的打累的这些药犯 全抓来了吗 那两位就瞅着王爷 谁不敢言语 怎么王爷不说话 哪他们说话的份啊 这这这可了不得 这层次相当分明 看王爷怎么说吧 神经王爷了 怎么 其实说 皇上问的是谁呀 药犯 这一站这药犯的这边 那就不好办啊 你看案子也一样 一站什么大案 药犯 那就要麻烦 这这 老皇上 您问的是 在广阔楼历类的泪主 抓到了吗 哎呦 九门提供心里搁这么些了 技术坏了 怎么刚才抓了这些人呢 大部分上花名册了 就没有这历类的泪主 并卸债五丰 不知道他怎么走的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 九门提供心想 我的皇上 就是我亲自见着这位泪主 我也不敢把他绑上 为什么 那死我亲王的干儿子 义子殿下 少千岁 你敢把他等着 听着吧 哦 哦皇上 这个 利泪主 算个药犯 他要不在那里 这泪 怎么能 引出 这么些麻烦来 我得问问他 他为什么利泪 事事 这我马上去找 再问问你 几岁 你背的那老太太 你们找着了吗 嘿 神力王 在场 他亲眼目睹 那老太太一扁的 把这背景打碎了 然后是越窗而走 那么高的台子 他纵身跳起来 打碎玉杯 脚不沾沉 蹭了一下 一个燕子 走一闻 愣从这窗户出去了 神啊 神力王心想 万罪追查的对呀 这老太太什么人 我的天哪 据我看 他比离山老母那能力 小不了多少 可是 可是哪抓去呀 神力王 咬一头 敲敲 告诉他 救门提供 快去 孩子干什么 皇上都追问一下 抓老太太 抓老太太 一二抓来 房地师老太太 就没有轮扁的呢 这位 你这么乱了吗 这几位孩子在这听着 皇上的话还没说完呢 呃 这里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人 大概你们都没注意吧 啊 就是在镇的身旁 站着一车票的 对 哎呦 就我们提供和神力王互相看了一眼 暗自点头称赞 称赞谁 皇上 我们万岁 可真是 聪明过人啊 这记忆力太强了 感情说 哪好呢 他没忘 怎么能忘呢 皇上现在拿不准 说此人可能有救驾之功 就在这 人独尊独啊 乱乱糟糟的时候 有人行刺我 至于拿什么刺 我没看清楚 我就想站眼前 这亮光这么一闪 有一股寒风 可是还没等到我的面前 这股寒风啊 自相自灭了 连亮光也不见了 然后才发现 身边站着一穿票 拿烟袋去 神力王一醒 麻烦了 怎么麻烦了 是皇上说的这几位 一个没得着 皇吧 皇三太 杨强武 他们都逮来了 哪管什么呀 你甭逮啊 这些位 始终就这么跟着 跟着干什么 这官司没完呢 是杀寡存流放 您怎么得 给个结论呢 皇三太不能跑 杨强武更不能走 那么现在事已至此了 这玉尾啊 也醉了 我看怎么办 王爷一看 这下来抬 将这 他往前呢 走了两步 到皇上跟前 滴滴的声音 伴随 您能不能困陷极致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就要这几位 没点咋去 这几位都沉了 那我可以轻自带人去找 玩到没怪 点了点头 黄阳这些人呢 都在都在 花明特往前一推 您看 哪个该当定罪 是死罪呀 是活罪 是杀了 是法罗 您您看 怎么处置 王爷就等着 沈丽王早就要打定主意 皇上如果要把华阳定罪 那我就跪下 干什么 您哪 就惩罚我得罪 他们没什么罪 这事就是我引起的 一时好奇心 同心不敏 你别看沈丽王六十多岁了 跟小孩似的 这好玩啊 你咋能偷啊 好 杯子摆着 我得跟田里偷的 你说再定人罪 说不过去了 我要没接这手 万岁定他什么罪 就说什么罪的 他听 现在是成功成功 沈丽王就看着 看不起这脸色 皇上微微一笑 这些人哪 无罪啊 啊 春不谢主龙恩 沈丽王先给失礼了 代替黄阳 谢恩 万岁真是一代民主 一代民君 不应该定这些人罪 不斩不能定罪 我还想重赏他们 谢万岁 白的正着 过去的罪不是吗 什么夜晚啊 闯着这唱春园 夜道九龙玉杯 好 好上皇身边 找不动一件 这是寡罪啊 这罪全免了 而且每人呢 还少了三千银子 愿意做官的这儿欢迎 但是这些位呢 没法做官 咋办 黄三太这些人 这都退休了 这早就迎盆洗手了 这这还做什么官啊 这不打算做官 黄社要亲自 问问那个 大内的那个女子 就是张岳宗和张岳英 我想把这两个人呢 收留在官府 赐他们千宗之职 你看 在康熙年间 出了一位女千宗 那就是霞连姑 张岳英 不管他干不干 到时候给他给奉务 张岳英找不着了 他回店看着哥哥去了 哥哥走了 丢失了 这张岳英急坏了 把北京找他哥哥 哥哥找妹妹 好 这赚开了 也不备了 张岳宗已经被带到了官府 来 来的下 他们这林州的一带上火 除了他们一身的大汉 并好了 你这事儿也写下 这可真打心的往外着急 咱们 妹妹也找不着了 店钱也还不了 这一贫如洗落的北京 几目无心 正在着急上火 没事就闯了这么个大货 现在无端 入狱了 不管怎么说 给带着酒门提都牙来了 资厉着急 出一身汗 可要高兴的事 什么事儿是他高兴 黄三太亲自来看望了张岳宗 跟他续谈起来 感情这是他父亲 无形见客 最好的朋友 哎呦 张岳宗可见了亲人了 问三太三叔 您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办 黄三爷安慰他 害得你甭收紧 就是把我顶对零时千召万挂 也不会难为你们兄妹 我无论如何 得跟王爷跟大人 把这事儿说清楚 现在皇帝亲自加封 这谁不高兴 正在这时候 忽然有人进来 禀报神力王 索亲王 来建价 神力王心想 你这跟倒成乱 这时候他怎么来了 连皇上都一愣 所奈很少破头露面 最近呢可以说身居建出 也有人呢 在康熙皇帝跟前 禀报了一些事情 禀报什么 就是索亲王啊 招贤大事 特别是招了好多 惊呼上的 英雄好汉 不知道要干嘛 皇帝当时没往心里去 为什么 索亲王好外戒 从小 他有一身好功夫 爱教武林中的人 没什么了不得的 毕竟啊 他与傲败不同啊 你说他有什么反心呢 是什么错位之意 那不可能 不管怎么说 这是秦兄弟呀 啊 现在索亲王来了 皇上了吗 他干什么来了 干什么来 亲王所乃 就把他的干儿子 并泻在武丰市 神魂锁王 压得提都压了 而且亲自 把他送了 你这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康熙皇帝 瞧就得进来吧 索亲王进来建家 好多人都知道 这位索王爷 没看见过这王爷什么样 你看索亲王啊 年纪 也就在五十上下 身高在七一尺开外 这人身子很瘦 哎呀 瘦得可怜 皮毛的骨头 骨头外的就剩一张皮了 幸亏这皮毛这骨头 要不然是哗啦下的这骨头架子 可能就反了 也多亏这骨头架子 真是这皮 不然呢 那就别了 穿着很普通 长袍马冠 这没得说了 也带着队子 盒子扇 老兵了 盒子眼睛盒子 哎 小侠一双清断的靴子 头上戴紧凉帽 很随便 就像一个 父贤在家呀 这么一个三无品官员 实际男士啊 我这天 站着皇上 左王一见价 哎 抗起皇帝 让他平身 赐座 告诉神王 你也做什么 那么九门提住 我行不正常的 对不起 站着 人家这些位 好的 八大铁帽子王啊 人家是一家人 亲丁骨肉 信谁呀 信人家这些位 来坐下坐下 呃 左皇兄 不在家中 好好的修养 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看话上 我来向您请罪 怎么 是我教子不严 我有个义子叫武风 武风这人的武艺很好 但是他不该背着我 在广河楼 利类 正因为他这个利类 太招惹着 军说有人 讲欲悲击罪 这个罪名应该 归到武风的身上 武风冤不冤呢 冤了 所耐心的明镜上的 这冤 但是 这过程 他非走不可 这就是 索亲王高人欲仇之处 这就先发之人 想着你们这说这 那说哪 我呀 我把他扎来了 大义灭心 谁都知道我最喜欢 我这个干儿 现在不行 那还 康熙皇帝 我以为一笑 所皇秀 这不必吧 怎么 怎么能归他的身上 那些罪过 再说了 这个 他利这个类呀 是以武汇有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这没什么 不过呢 这个这个 这个杯击碎了 寡人倒是心疼 嘴里这么说 实际康熙皇帝 怎么讲 就这杯不击碎 皇也不要了 为什么 那叫皇上 哦 这酒荣誉杯那么好 那么值钱 那么珍贵 就就不要了 那带皇来说 算什么呀 啊 这一支酒杯 算不了什么 当时看看 喝两口酒 哎 这这 然后这就 入库了 这就搁起来了 再使别的了 他又说 回来这一杯 已经 在民间转了一圈了 好嘛 这这是 一会儿 这个头 一会儿 那个倒用什么 金石大棚 这么大的 这杯早就干了 皇上 根本就不能再用了 但是呢 康熙皇帝 嘴里不能这么说 那没什么 打碎就打碎了吧 那不乱了吗 那个 说必须得查找 这个鸡杯之人 这样吧 你呀 没什么事 带着武风就回去吧 我说武风无罪 索金王 当时谢恩 谢恩之后 他还不走 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说 嗯 皇上看出来了 黄兄还有什么事 要说吗 不过这个 往左右看看 这边看看王爷 那边看看行不正常 好似的意思 就是 这个 我说不太方便 神力王明白 神力王心想 哎呀 老弟 你一向就这么神神叨叨的 至于吗 有什么话场上亮亮的就在这说吗 总是这么鬼鬼祟祟 哎 哎 那什么 这个 你们二位 跟我来一趟 在这些个人犯之中啊 还有两个人 我看行其可疑 咱们得把他单推出来 随回来 神力王 真聪明 老王爷 借了个台阶 把那两位官员给叫开 都走了 索尽王这台 往前凑了凑 万岁 我今天来洞光市啊 压着武风到这儿来请罪 还有一宗最要紧的事情 康熙皇帝笑了 别这么神经兮兮的了 你就说吧 到底有什么要事啊 万岁 有人哪 在河南市插旗造反 智利 为王